其實很多人在洗頭的時候 連戳都沒有戳 擠在手上之後 就直接在頭上起泡 5年 10年後 你可能會發現 哪一邊的頭髮變少了 為什麼洗頭要洗兩次咧 如果只洗一次 可能還有過多的油脂 依然停留在你的頭皮 或是髮根處 我們今天不是教你怎麼洗頭髮 我們要告訴你 你可以回去看一下 在你正確洗髮的步驟裡面 有沒有多了這6件 不太適合的行為 如果有的話 即刻改掉 這對你的頭髮或是你的頭皮 都會造成極大的傷害 首先我們來先講第一件事情 洗髮精沒有乳化 就直接去接觸你的頭皮 其實很多人在洗頭的時候是這樣的齁 我擠了洗髮精進去 甚至有一些人是連戳都沒有戳 擠在手上之後 就直接在頭上起泡 這個行為其實是不太OK的 因為當洗髮精很多在這裡 化學元素很多在這裡的時候 我們每一次的習慣都是在同一個位置 直接貼頭皮去做起泡 你會發現 如果你有足夠長的時間去做這個實驗 5年10年後 你可能會發現 你那邊的頭髮變少了 因為在化學藥劑很多的情況下 你直接推在這裡起泡 很多時候 會有洗髮精的東西殘留在頭上 所以在我們正確洗髮裡面呢 我們都會建議各位 洗髮精擠到手上之後 先初步做一個乳化 稍微乳化 讓它變成有一點點 乳白色加奶精之後 就不用搓到有泡泡 只要讓它乳化 然後再由髮尾搓泡泡 然後再把這個泡泡 帶帶 帶到你的頭皮 那這樣子的洗髮方式是最棒的 洗頭髮不能做的第二件事情是 頭髮沒有充分淋濕 然後你就急著用洗髮精來洗頭 這個也是一個 常常我們會犯錯的一個行為 為什麼 頭髮需要淋濕呢 其實更正確來說 頭髮不單單是要讓它充分淋濕 而是你要先用清水 去洗淨你在頭上的 水溶性的汙垢 有一些東西它是水溶性的 比如說非常細小的灰塵 這些東西 它其實在你平常會附著在頭髮上 當然這些東西只需要清水 就可以被洗掉 而不需要用到洗髮精 洗髮精真正的功能 只是要帶掉過多的油脂 這個要注意 所以基本上 頭髮上通常不會有太多的油脂 存在在你的頭上 都會比較在髮跟處 那也就相對 在頭髮上面 比較髮尾的地方的一些 水溶性汙垢 沒有被水分充分呆掉 在這個情況下 你就使用洗髮精 去搓揉你的頭髮 你能想像這些細小的灰塵 在你頭髮上不斷的搓揉 它其實是會 傷害到你頭髮 你頭髮上的毛鱗片 洗頭髮不能做的第三件事情 就是 你沒有先梳開你的頭髮 就直接開始洗頭 那這會影響到什麼呢? 這可能會讓你的頭髮產生 比較明顯的糾結 打結在一起 你會不好梳理 有一些人的習慣 他又是不習慣上不拔產品的時候 他打結的情況下 你稍微用力一點點 頭髮很有可能 就會被你扯斷 一扯斷就會產生分岔 洗髮精基本上是減性 那減性的情況 會讓你的頭髮毛鱗片打開 那你頭髮本來就沒有梳開了 那再加上碰到簡性 毛鱗片打開 頭髮會更加的糾結 第四件事情 關於這件事情齁 其實在我們做美髮的人來看 這是再正常不過的事 但我發現在很多消費者 他不太認為這是一件正常理所當然的事情 就是 洗頭要洗兩次 那為什麼洗頭要洗兩次咧? 我們要先知道洗髮精它的作用 是要 要帶掉你頭上過多的油脂 可是如果今天你的頭髮油脂很豐富的時候 你的洗髮精在第一次清洗的時候 可能沒有辦法把你所有的油脂都帶掉 所以你如果只洗一次 可能還有過多的油脂 依然停留在你的頭皮或是髮根處 那這個時候就需要我們再用第二次的洗髮過程 第五件事情 洗頭髮不能做的事情 這件事情很重要喔 就是不要過度搓揉你的頭髮 會不會很多女孩子常常在洗頭會有一個動作 就是會這樣子 因為有些洗髮精廣告都是這樣拍的啊 OK 要找大眾 可以 這件事情千萬不能做 為什麼 我先說囉 一般來說在髮廊給我們 專業髮型師或者是技術師在洗頭的時候 然後如果你有留意你會發現 我們從來不會針對你的髮尾去做搓揉或是清潔 我們只會針對在你的頭皮跟髮根處去做來回重複的搓洗 在我們的髮廊幫你們做清潔的時候 我們會有一個洗頭的盆子 那這個盆子呢 我們洗出來的泡泡 全部就會累積在這個盆子的下面 那你的髮尾就會一直被這些 我們洗出來的這個洗髮精的泡沫給覆蓋在下面 所以你的髮尾其實在這個時候 是有受到洗髮精的清潔力在做清潔的 我剛有提到髮尾還是會有一些 輕微的油脂是比較少的 那當然在這個時候 比較少的油脂我們不用特別去搓揉 那洗髮精碰到它幾乎就會帶掉了 所以在我們現場洗 從來不會針對髮尾去做搓揉的動作 但是你在家裡的時候 還是需要稍微搓揉一下你的髮尾 原因是你在家洗頭通常是站著洗 那站著洗的時候 你不像我們會有一個盆子去接住這些泡泡 所以這些泡泡很快就流掉了 所以在家裡洗頭的時候 針對你的頭皮去做清潔 髮根做清潔 那髮尾你可以用手打開來輕輕的碎 當然你也可以搓揉 但是輕輕的不要太大力的去搓它 因為這件事情會造成你的頭髮的毛鱗片 互相摩擦進而破損 那這也是造成頭髮分岔的一個主因 第六件事情 這對我們來說也是很理所當然的 但是可能對很多的消費者來說 他不太了解就是 護髮的時候不要抹太靠近髮根 洗髮精它是針對頭皮清潔在做的產品 而護髮素呢 它就是針對頭髮的滑順跟保濕在做的產品 所以這個護髮素如果塗到皮膚上 它反而容易造成容易出油或是堵塞毛口的問題發生 你在抹護髮的時候 只需要從髮中以下抹就好了 髮中以上都不需要 那你是不是會說到我髮中以上 我抹到怎麼保濕勒 不用擔心 你在抹護髮素的時候 是不是通常頭髮都是濕的情況下 水分會有延展性 所以如果你抹在髮中以下 水會引導你的護髮成分往上延伸一些些 而且再來 越靠近髮根的地方通常很健康 它基本上不太需要過度的保養品滋潤 所以第六件事情 護髮素不要抹太靠近髮根